鸟巢冲刺业 汪峰老师战队 也有两名学员得以晋级最后一战 人气与演唱实力较高的蒋敦豪 徐哥洋两位学员 携手代表汪峰战队 进军鸟巢 从第一次在新歌声舞台上亮相 蒋敦豪就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淡定 你能睁开眼睛吗 但是你一直没有 你看看我吧 你明白 很想保护你 真的很想保护你 和我一起走下去的是 蒋敦豪 现在心情 还是蒙的吧 蒋敦豪 请踏上荣耀之巧 心情还跟之前一样 就是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 即便是当晚的鸟巢冲刺夜 紧张的排练现场 也几乎只见汪峰老师的专业指点 却甚少看到蒋敦豪的表达 他只是静静聆听 默默吸收 直到登上舞台的爆发 我给你说一下 这首歌首先不能出现任何一个地方是明显的音不准 即使一个地方都会受影响 好 然后中间间奏你唱的那个刚才我提醒了 你整个嗓音应该比现在这个再挣扎一点点 这是出在哪个地方 就是我说的中间间奏 多么愚蠢 多么愚蠢 飞呀飞 我想蒋敦豪每一次在这个舞台上 会向大家去传达一个二十出头岁 这么一个年轻人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从他的歌声里面 还能听出一些对未来的向往 没有想过 自己有做梦过 在扭手上唱歌什么样子 然后结果今天还真静 另一位晋级六强的梦之队成员 徐歌阳 则让大家看到了他的改变与成长 从原先那个只会站在原地低头歌唱 到现在敢于直视观众 在舞台上尽情释放着最真实的情感 其实接触时间长了嘛 然后就觉得放开了 放开了唱嘛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年轻人嘛 总有一股冲劲 就是我要得第一 我要怎么样 但温峰老师说 你不要那么想 就是你就把自己做好就OK 别的什么 以后我要怎么样 千万不要想 最后一段副歌 所有的半场成为主唱之后 你说进来的地方 必须得更准 否则就会让人感觉有一点乱的感觉 明白 只有那么个别的两三个字赶了一点 但就会觉得 就那种毛毛茬了 好吧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我觉得 我不受谁的无限和毁灭 你是刻意说我怎么样 但我就像你说的 就还要更猛烈 我不在意无言蜚语 也不选人们的蜚语 让他们休息两天 我帮他们再研究研究选什么歌 让蒋尊豪和许多阳 在鸟巢释放最大的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